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房仲阿勇 今天呢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動產經紀人的考試心得 阿勇呢 在去年呢 有幸通過不動產經紀人的考試 拿到了這一張證照 這一張證照呢 也是我們房仲從業人員的 算是一個里程碑的一個證照 那大家都知道 每一家中介公司呢 都必須要聘請一個不動產經紀人 還有諸多的營業員 以法規來講 就是來協助經紀人 完成這個不動產的 各方面的一個交易手續 拿這一張證照呢 其實很辛苦 當然對於我這種已經年過半百的人 是特別辛苦 因為呢 我以前從來沒有讀過民法 土地法 土地稅法 甚至 共產物價技術規則 還有 所謂的經濟四法 公益大廈管理條例 消費者保護法 消費者保護法 公平交易法 公平交易法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也在此勉勵 九星要考好這個試的朋友 真的 值得你花費時間 去準備這個考試 好 那我當然也不是一次就考過這個 我考 我考了三次 好 第一次呢 當然是抱著說四次水溫 第二次呢 就是很認真的 甚至把頭都離光 去清靜的找一個旅館 住了三個月 信心滿滿的 就是說 全部投入 全部的精神的去準備這個考試 結果還是差一點點 去年 想說 再給自己最後一次機會 反正書都買那麼多了 不賭也可惜 所以呢 就再一次的去 參加這場考試 好 考到最後真的 有一點 快要想要放棄 應該說讀到最後那個禮拜 應該說讀到最後那個禮拜 因為所讀的幾乎都忘光了 真的開始覺得 讀書太辛苦了 不過呢 那個 總是 苦盡甘來 讓我真正拿到這張正照 所以呢 我就很希望說 能 把一些自己的讀書心得 跟各位 想要準備考試的這個 朋友 來做一個分享 希望我們能從中呢 找到適合你們的一個準備方式 那其實我要分享的一個大的觀念就是 這五科的專業科目呢 其實我們要懂得去分配 因為他這個考試呢 是所謂的 六十分 加總平均即可制 像民法這種 無法條 一千多條 真的是 不好理解 也不好準備 所以呢 像這種 艱深的 科目呢 可能呢 我們不要想要拿到六十分 可能我們假設 只拿四十分 你就用拿四十分的這個 心情跟時間呢 去做準備 把其他的時間精神呢 放在可能你覺得比較好拿分的 可能經濟事法 可能不動產 股價技術規則 讓他加總起來能達到六十分 你還是一樣能通過這個考試 今年呢 我也受到很多 這個前輩YouTuber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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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啟發 我採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呢 我很順利的 就是通過這場考試 更有意思的是 去年底 我考完試之後 去參加了一場 卡拉OK的比賽 那我想我的歌聲呢 一定不會贏人家 那 因為 一樣 卡拉OK的比賽的評分呢 一樣 拆成 二十分 歌聲 二十分 台風 二十分 道具 二十分創意 等等 所以呢 我就從 別人比較不會去在意 的一些可能 這個 道具 創意 方便去拿分 我的歌聲是天生的 可能只得到十分了不起 我在怎麼練也可能拿不到十五分 所以我就只設定十分 那 創意別人不是注意 我就要讓它 大家有吸睛的一個效果 好 果不其然 在整場的這個比賽下來 我得到最高分 大家都很壓抑 我也很壓抑 因為我的歌聲 竟然能拿到卡拉OK的冠軍 這個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所說的 你懂得去配分 考不動產經紀人 也是這個道理 我們不可能 每課都能把它唸得很好 唸到這個六十分 因為我也不是本科生 我本身大選定的是日文 所以我對這些科目完全是陌生 那今天呢 先跟大家分享這樣一個大概念 你要懂得去分配你的 這一個科目的分數 接下來我再跟大家來分享 讀什麼書 怎麼去理解 怎麼去準備 怎麼去做筆記 怎麼去模擬考試的這些新的分享 因為現在呢 六月 我想八月報名以後呢 報名完以後呢 大家應該就比較會全心投入去準備這張考試 我也希望 一個分享 能給後面想要考試的朋友 帶來一些幫助 謝謝